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写了唐代国家预算 用预算去解释两岁法 解释唐朝的财政史 我只想说这本书通篇叫做《胡说》 为什么是胡说呢 扬言是提出这个思想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永远都没有可能 因为中国的财政支出 无限的支出在哪里 你去看 从古代一直到古代接触 中国的财政支出最大的两块 一块是官奉 一块是军费 而且中国的财政支出 是无限度的水感制约他 你凭什么制约国家 你根本没有办法制约国家 所以朝廷说怎么样就怎样 所以你就这两者的无限的膨胀 它直接反映是什么 官员的无限膨胀 官员工资的无限膨胀 军费也如此 军队的膨胀 军事开支的膨胀 是没有限度 不受制约的 而这两个又是国家朝廷的支柱 对吧 一个靠官 一个靠军队 谁都制约不了 所以中国就是没有预算 你怎么预算法 所以扬言是说对了 说一个好的政府应该这么做 他提出来了 他做不到 后面一直到清朝被打倒了 也做不到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有一个对国家权力 有效建督 有效制约的机构存在 不存在的话都是空话 所以我说不能把西方的理论拿来 直接往中国古代套 然后大家读了还觉得特别新盈 特别出观点 出观点就是胡说 那么这一点说了 这个财政思想说了 但是后面紧接着他要实行的 这几点很重要 前面说的这个 就是叫做良出以置入 先决定开支规模 再决定税收 这个 这个只是思想 我说了 永远也实现不了 怎么说税 他讲到 父无主客 以建居为部 因为唐朝 我说土地崩溃以后 这个兼并 兼并呢 我这个是上海的 我跑到三西去兼并 我户口在上海 我户口在上海呢 上海我的地呢 五亩地 是交五亩的税 三西有五万亩 我户口不在三西 不交税 所以比如杨岩现在提出来 不管你户口在哪里 以建居为部 你在三西 有这五万亩地是你的 那你就交税 不要说你上海户口 所以这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对特权阶层开刀了 因为国家已经撑不下去了 再这么搞 国家都崩溃了 所以你这个官员 你也都土一点出来 你不能再搞这些巧利明目 这些花招 大家都明白 那么好 就以 咱们按照资产 在哪里的资产 就在哪里 斗争 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 因为以前收税 是按人头税 人头税就有 连壮丁 非壮丁 各个人 各个家庭都不一样 现在我也不跟你计较了 什么人我都不管 长得高的 瘦的 肥的 矮的 我通通以贫富 所以这里面两个 一个就是土地税 一个就是资产税 按贫富来收 商人收商税 这基本的思想就是这样 这两岁我就说 居人之税 春夏两征 所以说春天跟秋天 两征 他要确立 量处置入这个原则 他做了一条 就是国家开支的总规模 以大历十四年为限 大历十四年 这一年 国家收商的税 有多少 就以这个为限度 以后不能突破 每年都是以这个限度来收 那这样子 国家支出的总额就出来了 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把国家开支的 这个钱袋子 把它捏得紧紧的 国家才不会 胡作非为 他只有这么多的钱 那么你只能养这么多的官 如果你把它放开了 它可以无限膨胀 它就可以搞很多乱七八糟的明目出来 所以它就把它定式 就是大历十四年的肯田之术为主 但是这一条我告诉你 也是永远实现不了的 因为你别看它是宰相 宰相是斗不过利益集团的 所以这一条也是一个原则提出来 原则提出来也好 总比不提好 起码还有一个原则在 突破那是另一回事 实际都突破了 但是它提出来 所以这就是两岁法 这两岁法最大的意义 就是突破了中国古代 一个是国有土地来收税 国有土地崩溃了 私人经济的怎么办 那么从人头税向资产税过渡 这一过渡 要到明清才完成 像明朝的一条编法 清朝的贪丁入母 你要和两岁法接在一起才讲得清楚 不是凭空的 就整个在由人头税 像资产税 像土地税 这个过渡 过渡以后 你就看中国的户口 到清朝怎么突然间爆发性增长 是吗 以前的人口都是几千万 到了清乾隆年间四亿 你这个人口学 你怎么生也生不出来的 其实就是说人其实是在的 因为人头税 大家满报户口 现在资产税的 人的意义不重要的 所以户口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人口数据就比较准确 这个过程你要知道 在中国很漫长 两岁法只是开了这个方向 可是这个方向一开了以后 势不可挡 以后沿着这个方向 逐步逐步地走 走到明清 到清朝贪丁入母 再走下去 走到前几年 我们把农业税也免掉了 也就是说农业税 在今天现代国家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了 那总的方向是怎么走 意义在这里 那么两岁法解决了唐朝后期的财政困难 但是它不能解决唐朝政治的困难 它的政治是在不断地恶化下去 我们说的这三个大问题 藩政 彭党 换官 这个恶斗 以及我说唐朝 没有这种以政治 政治理念 政治路线来区分的政治派别 就只有利益集团的窝里斗 所以这种窝里斗 对社会的残害最大 每个单位衰弱都是因为内讧 内讧就是无原则的利益瓜分 这是最无耻的事情 所以内讧 哪个单位内讧 哪个单位人才流失 哪个单位垮掉 哪个国家 哪个朝代内讧 哪个朝代就垮掉 唐朝就是这样 后面你看 三大集团内讧 斗到最后 老百姓受不了 社会动乱出现 所以我们就要看唐朝后期 财政的问题 虽然缓了一口气 政治的问题继续恶化 出现了一系列的民变 这些民变都没有引起 统治者高度的重视 统治者都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整个唐朝后期 都没有一个制度性 根本性的建设 所以唐朝后期 唯一我给他打一个很高分的 很高评价的 就是两岁法 因为两岁法是一个制度性的改变 之外 我觉得唐朝后期 确实国家是 没有起到国家应有的作用 所以在这么多的民变 我们看一起一起的民变 宣宗时期 宣州的民变 第二年是浙东 浙江这个地方民变 浙东的民变其实很重要 唐朝也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民变 你看唐朝的民变 正在往南方转移 以前王朝的民变 主要在北方 也就是中国的整个经济重心 在北方 经济重心所在之地 老百姓的税收是最重的 所以经济重心地区 民变也最多 到了安史之乱以后 江南成了全国财税的重心 只有这个地方的税收得上来 别的地方不听中央的 好 中央就是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 谁老实 谁倒霉 所以江南税收得上来 那就加 国家税不够 再加 再加 加到最后 南方只好起来动乱 所以你看这里动乱 你后面注意看 主要都集中在南方 包括后面讲的 宜中的庞勋 庞勋也是到南方 再往后 终于酿成了最大规模的皇朝动乱 我们把教科书把皇朝称为农民起义 我从来不想用这个词 皇朝不是农民 在这么多的兵变里面 许许多多的兵 民变 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作为诉求 税太重了 我们要求减税 我们要抗税 庞勋是老兵要复原 征兵征了以后 说是一年去了 到六十岁还回不来 我们要复原 都有具体的切身利益的诉求 虽然他这种民变起来的快 但是解决也比较容易 唐朝 这个皇朝 为什么我不愿意把它列为农民起义呢 它这是一个典型的走私集团 走私是什么呢 盐 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合理性 因为国家把税的一个很重点 重心放到专卖税上 所以专卖加得很重 加得很重 盐的价格我们知道是很便宜的 像今天盐加了税以后 一斤盐也就是几毛钱 如果再把这个税再把它抛掉 这个盐就是跟土一样的价 可是它要养国家盐就贵到 唐朝的故事不是说盐是掉在梁上 看一眼吃一口饭吗 贵到吃不起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利润 就一定有这么多的走私 就像毒品一样 利润太高了 简直是点土成金 所以就要走私 可是这个走私 盐的走私就直接伤害到国家财政的根本上面 这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本 所以国家就要严厉镇压 因此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国家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结果 只要这个暴力存在 走私就不会消失 所有的走私都是因为限制而形成的 所以这个斗争的结果 就使得这个走私集团组织化 一个一个被破了 个体的分散的都被国家破案了 抓起来 该抓的抓该杀的都杀了 剩下的那就是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 就像今天国际贩毒集团一样 严密的网络 所以我们看到皇朝起来主要是在山东 山东靠海是天然的延长 和国家争夺这个严 通过严密的走私网络 分销到全国去 去赚取这个暴力 最后和国家的斗争的激化 激化到最后变成武装斗争 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 皇朝在北方遭到严厉的镇压 所以他就跑到南方来 这个跑到南方 这一路从山东下来 进入江西 在江西遭到围堵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叫做江山县 浙江的 你们要是有时间 不妨去走走 离这里很近 这个读历史 一定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不到现场去看 这个历史 港物不会有那么深 在江西的江山 很重要一个地方 也有景色 江郎山 很漂亮的景色 那个地方 唐朝的军队云集 他在这里开出了一个仙霞路 过仙霞里 这个仙霞的这条小道 这个关都在 我今年刚去看 也很近 从这里开了一条路 从武夷山进入福建 进入福建 正好进入到 这个唐朝薄落的地方 然后呢 就等于像是漏网之鱼 从福建转到广东去 福建没有什么油水的 在唐朝 福建是很落后的地方 到广东 广东比福建还落后 但是呢 广东有一个巨大的贸易港 广州 所以广州是非常肥的 整个南方的发展很奇特的 像广东就是典型的 国家的贸易港极肥 所以去当广州赤士 只要当一任 那就是腰残万贯回来 但是整个广东省是落后的 所以皇朝就进广州 进广州在这个地方 大肆烧杀强掠 这就不需要再替他淹尸的 这个材料不是唐朝官方记载的 是阿拉伯人记载的 广州是南海香料贸易的集散地 所以香料运到中国不产香料 香料到这里分销到整个亚洲去 什么韩国 朝鲜 日本 所以这个香料贸易很集中 还有很多跟中亚的海上贸易 阿拉伯人在广州就被皇朝杀了十二万 也就基本上这些商人都被杀光了 杀这些人干什么呢 掠财呀 抢钱呢 这不是一个什么己律元明的革命军队 不是这么回事 就像李志诚一样 像都一样 进城以后 说是打贪官无力 一个一个掉在梁上 细细拷打 就是为了把那个钱都弄出来 所以广州这个财富被皇朝掌握以后 用这个钱扩军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皇朝的军队一下子扩充到几十万上百万 这个扩充的一个民间起来响应 有民意基础 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它 不说它靠钱去募兵就募出来 民意基础就是国家太腐败了 国家这个强征暴力无度 老百姓就民怨沸腾了 皇朝只是借了这个民怨点起了这把火 所以傻里傻气的农民都加入进去 跟着皇朝浩浩荡荡 这下子就大规模的北伐了 这从出了广东势不可挡 一路浩浩荡荡 打到长安去 到长安的时候上百万人 进入长安学习长安 为什么呢 这种走私集团无非就是要抢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所谓的农民起义 进城就腐败 为了抢钱战斗力非常强 势不可挡 百万大军下长安 下了长安一有钱 是烧杀强掠 无所不干 像皇军一样的 最后大家士兵浑身绑着钱财 谁都不打仗了 都跑了 所以唐朝并没有被打败 唐朝后来打了反击 一下子把皇朝给清出去 一进城 李治城也是这样 进城就腐败 抢钱 一抢了钱 建财了以后 这个像是什么 建光使一样 但是唐朝的部将 唐朝失败了 唐朝的几个部将 以及镇压皇朝的 借来的沙陀兵 借来的外族军队 唐朝的军队 形成了新藩阵 新的藩阵形成 最后这一仗 皇朝被驱逐出去 这些朱温什么人 就投降唐朝 就成了唐朝的阶渡使 沙陀的李克用 来镇压皇朝的 也成了阶渡使 这几个阶渡使 共同把唐朝推翻 他们不要唐朝 所以唐朝到皇朝之后 被这些阶渡使 被这些藩阵 扼杀了他的政治生命 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五代 五代是国的五代 但是关于五代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这里看一下 皇朝起义的 皇朝这个草图 这么一支皇朝军队 一路我就说 从仙侠岭这地方 进入到福建 骚扰了浙东 最后从福建 从这边窜进来 从福建进广东 最后浩浩荡荡 打下长安 再被人家打个反击 皇朝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皇朝之乱 皇朝 保佑 皇朝 保佑